接下去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大家早 新冠肺炎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防疫視同作戰 我們在這場戰爭絕對不能夠輸 今天行政院要向立法院提出 新冠肺炎防治以及紓困振興的特別條例 就是要為這場防疫的作戰加天子彈 國人對這件事情都會支持 而本席也表達肯定 不過在這套特別條例當中 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本席要在這邊提出修正的建議 敬請行政院以及朝野黨團 在協商的時候能夠參考 本席的建議主要是針對居家隔離的管制方式 在目前的草案當中 並沒有加入電子監控的法律授權 在草案的第13條 他只規定違反居家隔離 本席認為針對這種人應該要立法加強的電子監控 因此本席具體的建議 在這套特別條例當中 能夠給予居家隔離者 佩戴科技監控設備的法源依據 可是在立法的時候也必須要同時考慮到居家隔離者的基本人權 所以在根據大法官釋制第588號 以及第690號的解釋文當中要求 電子監控的實施必須要由法院來事先的審查 因此本席具體的建議 能夠在本條例特別條例當中修法增列第13條之一 居家隔離檢疫者得經法院許可後於隔離期間 佩戴科技監控設備 本席認為只有使用電子設備 加強監控這些不願意遵守居家隔離規定的人 才能夠更加有效避免疫情的擴散 因此本席今天將會尋求朝野委員同仁共同聯署 來向院會提出臨時提案 請大家能夠支持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去請李德偉委員發言 謝謝